今天聊一聊上次挖的一个坑啊 就是万国表的内部设计为什么十分老残 我们先说一下正常手表的内部构造方式 机芯用螺丝和固积框固定 固积框和表壳用固积片固定 固积框的存在就是弥补机芯尺寸和表壳尺寸的间隙 但有的款式呢 机芯直接用固积片和表壳固定 因为机芯和表壳之间没有什么间隙 只是一个正常的框量 当然了 例如老林区的水鬼用3135机芯 连固积片都没有 它采用的是螺丝旋转出来 向上用螺丝的一半顶住表盒的内口进行固定 你不用好奇表盘和机芯是怎么固定的 表盘背面都有盘爪 盘爪和机芯固定在一起 相当于说呢 手表的机芯和表盘和固积框是一个总成 不管花样怎么变 它们的固定方式呢 都是表盘顶住表壳的上方形成摩擦力 固积框或者机芯固定在表壳的底部 螺丝向表盘方向发力 从而进行固定 这就是硬性连接 后盖是不参与这个总成固定的 这样搞的好处呢 就是能保障手表受到外力振动的情况下 机芯和表壳之间不会二次振动 固定的强度高 但也有坏处 因为是硬性的连接 如果外力过大 固积螺丝断掉或者松脱 从而造成机芯因为螺丝脱落 在里面和机芯进行碰撞 造成更大的机芯受损 如果外力过大 固积片变形 这个总成肯定是时刻都有 二次振动的 加剧机芯的损坏 如果外力过大造成表盘和表壳上方之间的摩擦力 进行的位移 那表盘漆面破裂也是在所难免 还有就是这个过大的外力会由这个硬性连接 直接传导在机芯上面 会造成机芯的避震系统无法承受 避震系统会损坏 或者百轮的上下肩会被折断 怎么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放弃掉传统的硬性连接 换用软性连接 这一点来说呢 欧米加做得最好 欧米加的固定方式就是 固积框和机芯之间是硬性连接 但是固积框和表壳之间是没有连接的 那它们是怎么固定的呢 用双层的胶圈 外面的胶圈呢负责防水 里面的胶圈负责固定固积框 后盖领紧后 固积框和后盖就有了固定的摩擦力 这样搞了机芯固定就完美的解决了 由原来把逆作用在表壳上面 换成了把逆作用在后盖上面 因为固积框和表壳之间的间隙 特别特别的小 只是一个正常的框量 后盖用橡胶圈的变形 完全固定了中框的位置 所以这就是软性连接 也是完美的解决了以上硬性连接的问题 机芯固积框表盘 这个总成是靠着后盖胶圈的摩擦力固定了 懂了吧 胶圈的回弹来能更好地泄逆 而万国同样采用的也是软性连接 它的固积框和表壳之间也是没有连接 只是一点点的小框量 但它却十分脑残地用了金属的 折叠片的变形去固定固积框 众所周知 金属是有疲软性的 所以利用折叠的金属片释放的摩擦力固定固积框 是一个非常差的方案 上了年份的万国表 你在调时间的时候 那个表盘会移位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金属的折叠片疲软了 疲软的金属折叠片还不如硬性连接好用呢 这下你们懂了吗 当然了 有一些很薄的症状 比较用的是其他的方式固定 点赞高我再讲吧 因为讲一次 挺累